Hello,大家好,我是Jun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是要跟大家做Covergirl家Clean Fresh四色眼影盘的测评 之前我跟大家做过Covergirl家比较长青的几个款 我个人非常喜欢她家的Peach这一盘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个视频的话,可以回翻一下 那今天这支视频是她二三年新初的眼影系列 和她之前的质地比较偏木丝丝滑的眼影质地不同 天粉末的普通眼影盘的质地 基本上把她这个系列里面 我认为会比较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色号都买了 一共是五个上眼实测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是这个系列我觉得是最自然的一款大地色 212 Shimmering Bridge 其中一二号色是非常日系的细闪 四号色是大颗粒闪 三号色是雾面色 所以我会用三号色先做一下眼眶晕染 上在我黄掉二白的眼皮上 是属于非常有存在感的眼眶晕染色 如果你是皮肤非常白的女生的话 那你下手要比较轻 二号色它是带一点冷色调的香槟色光泽感 但是和三号色这个眼眶晕染色也是比较契合的 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 我是不喜欢冷色调的 而且它这个光泽感也不是我喜欢的水润感 非常有存在感的光泽 四号色的光泽感就好看非常多 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像Urban Decay 或者Natasha Denona的单色眼影 那种让我有惊艳的感觉 这个四号色不带冷 是比较中性的颜色 所以冷色系和暖色系的人都很适合 最后一号色这个比较偏白的珠光色 我把它用在了内眼角和眉下的打亮 还是比较自然很好搭配的 整体这个妆容作为亚洲人来说是不会踩雷 但是也没有让我觉得非常惊艳 我想要天天用普通通 接下来是这个系列 在深一号的一个大地盘 262 Golden Toffee 看起来有一点点冷色系 因为二号色颜色偏深 所以我下手比较轻的去把它晕染在我的眼眶上 我觉得是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 只不过下手要稍微轻一些 接下来我用一号色做一下打亮 它是一个比较低调的金色 对亚洲人来说也是很好驾驭的 平时化个裸妆都OK 但是没有特别惊艳 就是普普通通 三号色虽然在眼影盘和手背试色看 都是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金色颗粒 但是上眼这个颗粒完全看不出 作为眼线色 它的浓黑度不够 但是作为眼线晕染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OK的 最后四号色是典型的 欧美比较喜欢用的 有颗粒感的金属色 用它铺满整个上脸皮的话 会觉得这些颗粒有一点点粗糙 不是晕得很好看 但是如果把它少量叠加在 化过一号珠光色的眼皮中央 只是做一些点缀的话 它的效果不错 就是会让你整个眼妆更亮眼 同时不会显得眼皮粗糙 这样整体的一个妆容 还是蛮OK的 也是我们亚洲人都hold得住的 如果你是喜欢像这种类似 大地色品金色的妆容的话 那这一盘大家可以再做下功课 接下来是它这个系列 大地色偏粉色系 玫瑰色系的一个色号 222 Dreamy Pink 从眼影盘和手背试色看 就看得出这是最近三四年 中国和韩国都非常流行的色系 首先我用二号色 乌龙蜜桃的颜色 做一下眼眶运染 虽然它是一个粉色系的颜色 但它完全不会显我们亚洲人的眼睛浮肿 是一个还蛮消肿的眼眶运染色 接下来我用一号色 打亮了一下我的上眼皮 觉得它的效果没有达到 我对一个打亮色的光泽感的要求 不是很亮眼 也没有很好的一个珠光的气质 另外三号色带一点点砖红色 来运染了一下我的眼皮 它是非常有存在感的颜色 我觉得如果是肤色偏白的女生 下手要稍微轻一些 或者只是拿它用作眼尾的一些运染 最后我用四号色 这个闪亮颗粒的颜色 做了眼皮的打亮 和之前几个眼影盘的 大颗粒闪片的质地一样 其实是更适合局部 上在已经做好微闪 或者珠光闪的眼皮中央 作为加强打亮 但是如果大面积用它的话 这些闪亮颗粒 反而会让你的眼皮显得粗糙 最后是这个系列里面 我挑的这四款里 我觉得最红最橘的一款 252 Spiced Cooper 首先它的一号色 对于我黄 第二百来说 完全是hold得住的一个 橘红色的眼眶熨染 但我其实这几年 已经很少画 那么橘红的颜色的妆容了 四号色是相对我整个视频里面 跟大家测评的大颗粒闪里 我觉得最好看的一个颜色 可能是因为它里面的金色 黄色 Undertone和我的肤色比较契合 也看起来相对更水润 不那么干 接下来我用三号色 做了我的眼眶熨染 它有点太红了 而且它有一点涂不太匀 有点拔草 最后我用二号色 这个红棕的颜色 做了我的眼皮打亮 是我这个视频中测评下来的 微闪色号里面最优秀的一个 完全是我喜欢的光泽感 但是就是这个色系 我这两年真的是很少用了 如果我以后要画一个 红棕色的眼影的话 可能会搭配一些 其他的雾面打底色 然后再用这个颜色 做一下眼皮打亮 另外我还买了这一款 冷色调带粉紫色系的 232 Coolberry 第一个颜色在盘子里面看 像是裸棕色的雾面眼眶 像我黄掉二白的眼皮 它有一点珠红色 也有冷色调的Undertone 所以不太适合我 虽然它在眼皮上很好晕 但是它大量的掉粉 第二个色号和刚刚我用的 第一个眼眶运染色 比较搭配 因为都是偏紫红色调的 但是它的闪亮度 就还是固定在 药妆品的闪亮度的范围 就是没有什么很惊艳的质地 第四个闪亮眼眼也和第一个眼眶运染色是搭的 这个闪片色就要比刚刚那个闪片色要亮一些 因为它里面带一点点橘 是我平时会用的颜色范围 如果你已经手上有三四个眼影盘的话 那像这个样子的颜色 你手上肯定已经都有了 比较大众比较普通 最后我用三号碳黑色 做了我眼尾的眼线 的确是我喜欢的质地 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我个人觉得它这个系列 没有让我惊艳的质地和颜色 一切都是趋于普通 所以我个人没有想要推荐的盘 我还是觉得它之前比较长青的这一款 是我的菜 比较值得入 那如果你也有用过这个盘的话 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感受 大家一起交流 给更多人一个参考 那如果你喜欢像我这样的眼影上演 实测测评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 给我一些鼓励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产品review的话 就请点击关注我 这样的话有新视频上传 就能及时收到提醒啦 我每周至少会更新一个视频 年底节日记 我也会争取多更新几支视频 那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